絕對不能錯過的大阪城 在大阪最高的建築看夜景 嘗試不能再沾第二次的串炸 先來體驗充滿大阪感的一天 我們今天行程大概8點左右 從大阪車站附近的福島站出發吧 來吃一下早上7點就開門的烏龍麵百名店 Udon Sanku 價格大概300塊日幣起跳 超級無敵划算 烏龍麵本身使用全麥麵粉 吃起來味道十分香 然後口感很Q 沾醬的味道也恰到好處 CP值很高 吃完早餐後 我們從餐廳走到新福島站 搭乘JR東西線 將走路來到了大阪的最大景點之一 大阪城 現在時間大概早上9點左右 大阪城在西元1583年 由封城秀喜所建造 歷史月15年才完成 可以在1615年 德川家康發動大阪夏至震中化成灰燼 但在1931年有鋼筋水泥完成才有現在的樣貌 居然在天守閣的前面看總高58公尺的天守閣真的很壯觀 在這裡拍張照片吧 記得一定要登上城堡 總共八層樓 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主題跟展示 可以讓你學到封城秀吉 以戰國時代跟安土陶山時代的各種歷史 八樓的展望台往外看出去 可以看到整個市區的美景 一種均臨天下的感覺 鮑伯覺得是日本城堡中 城市風景數一數二好的 離開天守閣如果有一點時間的話 可以在大阪城公園這個區域走走 這裡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的城市公園 綠色植物非常多 也可以找到很多大阪城的歷史古蹟 現在時間大概早上11點多 天滿橋車站搭乘古丁線 五分鐘左右我們來到東梅田 來吃個中餐吧 來吃大阪知名的燒肉店 淡馬屋 這家店的特色就是使用花50天熟成的 黑毛和牛熟成肉 最後可以將肉的蛋白質分解 然後氨基酸增加 吃起來會更加的美味 一定要是他們的名物海膽 生牛肉加上金箔跟海膽 味道濃厚且鮮甜 讓你無法忘懷 另外這家店的裝潢高級 雖然中餐價位大概日幣四五千 但是整個裝潢讓你感覺自己 好像花了一萬日元吃這餐 滿值得的 吃完中餐之後 我們在梅田跟大阪車站這裡逛逛街吧 這裡有板吉本店等等的百貨公司 是大阪很有名的購物區域 現在時間大概兩點半 從東梅田搭乘古丁線大概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四天王寺前 夕陽之秋站 來逛逛歷史古蹟 四天王寺 這裡是聖德太子建立七大寺之一 祭祀四大天王 是日本佛法最初的官寺 境內總面積約三萬三千坪 有非常多非腦時代樣式建築可以參觀 保護館內也有不少國寶等級藝術品可以欣賞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四點左右 我們前往附近的大阪新地標 Harukas來登高望遠吧 Harukas高300公尺 共60層樓 是大阪最高的建築物 展望台中大樓最有特色的地方 除了室內可以有大片玻璃看大白的景色以外 58樓室外木桐甲板區 可以直接看到天空 在超開放感的地方吹個風 享受一下 喝一杯咖啡 現在時間接近傍晚 就直接在這裡欣賞太陽下山 到晚上的景色吧 我們走日來到通天閣這個區域 這裡是大阪串炸的激戰區 就來試試看串炸Daruma新世界總本店 如果人太多的話 新世界這裡還有很多分店可以選擇 這家店已經開業將近100年了 可以說是大阪串炸發祥地 是一種庶民美食 簡單來說就是把各種食材 用特製的牛油來炸 然後沾一下特製的醬汁 然後就拿來吃 非常有特色 因為番茄跟紅薑等等的食材 都可以拿來炸 然後意外的很好吃 今天的行程也就在此結束囉 早起享受市場鮮魚壽司 下午逛包大本商業區域 今天是一個要把錢包炸乾的一天 一大早8點左右就來拜訪中央現賣市場本場 這裡跟東京的豐州市場很像 也是有在做魚類的販賣 也就代表這裡可以吃到很新鮮好吃的壽司囉 我們拜訪家的Ando 就直接位在市場建築的左邊 所以不會很難找 Ando開業已經將近100個年頭 我們點得五罐壽司 使用了市場的新鮮魚貨 壽司飯富含礦物質 且健康的備前米製作 一早就能夠吃到這麼好吃的早餐 應該可以讓我們的精神抖擞 玩一整天 吃完早餐我們就在市場附近的中之島一帶 消化散步一下 這裡位於唐島川跟土佐窟川中間 東西長約3公里左右 是一個可以享受合景的美麗公園 天氣好的時候在這裡散步 心情會很好 離開中之島大概9點半 我們從阿波座搭乘千日前線 到南坡遮戰 轉南海北線 到駐吉大社 大概2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 駐吉大社大概有2000年的歷史 也是全國2300間駐吉神社的總本社 是大阪最有名的神社之一 每年的新年拜年 可以吸引約200多萬人次 據2019年塔比麥克的估計 是全國參拜人數最多的前10名 境內有祈求不同好運的神社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參拜 可以參觀日本古堡本店 總共有四棟建築 傳承了五世紀左右 古老神社建築的樣式 祝吉早 現在時間大概11點半 我們搭乘南海本線回到南坡站來吃中餐 由於下午可能會吃很多東西 中午就不要吃太飽 我們來吃吃看大阪有名的小吃 章魚燒 タコヤキ 道樂 瓦ナカ 應該是大阪最有名的冰店之一 千日前本店曾經連續三年被米奇行指南推薦 大家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的口味 比方說不同的醬料 或是加上鮮貝的都不賴 好吃的秘訣就是特製的醬汁 導樂率良好的銅板 以及技巧高超的烤章魚燒職人的功力 吃完章魚燒 我們下午主要的行程就是逛新齋橋 導頓窟 黑門市場這一帶 這幾個地方都不是很遠 直接用走就可以了 黑門市場可以說是大阪的廚房 名稱來源自附近圓民寺黑色山門 大家就用索性把這裡叫做黑門市場了 這裡長580公尺 總共150家的店 除了海鮮以外 還有水果、甜點等等的美食 大家可以直接現買現吃 新齋橋是一個超級適合購物的區域 從江戶時代就是一個繁榮的商圈 在1622年曾經是一座長35公尺的陸橋 在1964年被移植 簡單來說從榮橋 就是霓虹燈很有名的這一區 一路到新齋橋車站這一區 分成八個區域 也就是賺很多百貨公司 藥妝店 品牌極限店等等的商家 但新齋橋商店界以外 其實也是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不用把自己侷限在這個商店街裡面 比方說一旁 像玉堂金也是有超多百貨公司可以讓你逛到爆 道頓庫斯大本的一個運河 最初由戰國實習商人安錦道頓所開鑿 至今已經有超過400年的歷史了 雖然江戶時代的感覺可能已經沒了 取而代之的是閃亮的霓虹燈 跟碩大的飲食店招牌 雖然不在這裡吃東西 也要跟世界有名的顧麗果招牌照張相 如果有點腿酸的話 包博介紹一家大阪的甜點百名店 距離行齋橋商店接很近 Mickey Fruit Cafe 特色就有好吃的水果 有一隻高級的香蕉 做成水果三明治跟聖代都超讚 我們吃完甜點後 如果沒有特別要繼續逛街的話 可以從游茨巴西上車 搭乘游茨巴西縣到本町後 轉中央線到大阪港 這裡最有名的景點是世界最大水族館 大阪海遊館 或是天堡山摩天輪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選擇搭摩天輪 這個摩天輪直徑100公尺 搭乘一趟 大概15分鐘就可以完成 當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海遊館跟摩天輪一起拜訪 海遊館晚上7點才關門喔 從大阪港經過本町 轉玉堂京線 我們回到市區梅田 我們在這個美食基站區用個晚餐吧 來大阪怎麼能夠錯過大阪燒呢 我們就來吃Yamamoto的大阪燒 家電的特色就是在大阪燒上 加了很多蔥的nekiyaki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點海鮮 豬肉、牛肉等等的版本 大孔淋醬 配上蔥花跟肉 雖然重口味 但真的有夠爽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這邊結束囉 大阪萬博紀念公園的悠閒 配上周邊的購物中心以及摩天輪 是個帶小孩跟朋友或自己想要放空 都很適合好所在 今天一大早 大約8點 我們來到未來本町的 Utong Kyutaro 在Tabelleg分數高達3.91分 從早上7點就開始營業 特色以後的各種不同 創意口味可以選擇 以及華順Q彈烏龍麵 店長在四國的烏龍麵名店學成之後 在大阪自己開店 才開業5年就在烏龍麵基站區的關係 殺出一條血路 吃完早餐 我們從本町搭產玉堂金線 到千里中央後 轉大阪Monorail50分鐘 就可以到達萬博紀念公園站了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 下車後我們看到的是 Ladapoto Expo City 這也是日本最大的複合式設施 感覺設施的豐富 本身就像一個萬國博覽會一樣 包博推薦摩天輪 但我們可能離開公園有時間 在逛街跟搭摩天輪 比起公園很大 比較難估算行程所需花費的時間 萬博紀念公園 是重建1970年大阪的萬國博覽會的會場 而成立了一個公園 走面積位650英姆 大概有大安森林公園的10倍大 將近信義卻兩倍大小 這麼大的公園可以觀賞的東西很多 首先就是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主題館之一的太陽之塔 由日本知名藝術家鋼本太陽設計 高度70公尺 園區另一個知名的區域就是日本庭園 光是這個庭園就有一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大小 採用日本從八世紀到現在的各種造園方式設計 進到這個庭園有種幽靜的感覺 這張園區大部分區的自然文化園 鮑布也很喜歡 可能鮑布在城市長大吧 很喜歡看不到公園外人造建築綠色植物豐富的公園 這裡的自然文化園就是這樣 這裡在博覽會之前原本是田地跟竹林 但因為展覽將這裡開發 展覽結束後把這裡填土植樹後變成現在的模樣 沒有開發蓋大樓真是太好了 大家可以走上懸空通道 有高處觀賞樹林以及遠方的景色 非常舒服 另外公園裡面還有博物館、天鵝船等等的景點設施 可以順道去看看 離開公園我們回到La La Porto Expo City 有時間的話可以逛逛街 我們也可以達成123公尺高的Osaka Wheel 可以直接從高處觀賞公園的樣貌 車廂底不是透明的玻璃 所以帶有點刺激感 有居高震的千萬不要被嚇到 想要早點回到市區的人 我們達成Monorail回到千領中央 轉玉塘金線 我們回到星災橋這一帶 現在就會逛街的時候啦 星災橋這一帶包括玉塘金 可以買藥裝、精品或潮牌 買給自己或親朋好友都可以 想吃下午茶的人 鮑勃推薦周邊的甜點名店 Extra Katahori藏本店 店名Extra 就是瑪雅文明的巧克力之神 這家店就是巧克力的專賣店 商店做多於古名家中 所以帶給了一種非常溫馨且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巧克力使用比利時的高級Kuberchil 就是使用比例較高的核紙製作 會有比較入口即化的感覺 離開Extra 大家在周邊散散步後 我們來吃晚餐吧 我們來到French Go Ponce 這家簡單來說 就是法國跟日式料理的Fusion 產地直送的鮮魚、黑毛和牛 跟季節野菜 由法式料理三十幾年的經驗主廚 所做出來的創意料理 吃起來溫和不會重口味 好吃 吃完晚餐大概也八九點了 但我們今天的行程還沒有結束 從新摘橋 搭乘玉塘金線七分鐘 來到梅田 徒步到十分鐘 我們來到空中庭園展望台 這裡是個有室內跟室外景觀台的大樓 因為開到晚上十點半 所以很適合一天的行程走完之後再來拜訪 大阪的行程就告一個段落 我們隔天就前往京都吧 京哥是金色的設立店 改變日本歷史之處二條城 日本禪宗最高寺廟南禪寺 京都真是歷史寺廟迷雕朝生的地方 對了,這裡也是美食天堂喔 光是超過一千年歷史的小吃店 就讓大家想一探究竟了吧 就讓鮑勃帶大家拜訪京都歷史建築 以及百名店的餐廳吧 我們一早就前往京閣寺 如果從京都車站出發的話 可以搭地下鐵道北大陸後轉公車 大概35分鐘就到達京閣寺了 為了避開人潮我們就早上9點進4秒吧 京閣寺正式名稱叫做陸院寺 是因為1394年由幕府將軍足利益滿建造 並於1994年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財 被拿入世界遺產中 境內本身大概有13萬平方米 也就是約4萬平的大小 也許多可以觀賞區域 但一定不能錯過的是約2000平大小的禁壺池 搭配1955年重建完成的設立店 全店外壁金光神社的金箔 是1987年全面喚醒的 如此的特色也成為京都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之一 舉世文明 拜訪完京閣寺之後 我們散步個約20分鐘左右 來到了京宮神社 神社本身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 是以戀岸運為名的神社 拜訪這個神社的最大的理由之一 至於是已經開業1000年 跟著京宮神社一起建立的 日本最古老的小吃店 也是哈菲六股百名店的一文字屋和府 名產是阿布莉餅 是用炭火烤過的一口大小糰子 撒上大豆粉跟白味噌醬 還蠻好吃的 離開一文字屋和府後 走路交上大公車大約25分鐘 我們來到了世界遺產之一的二條城 現在大概上午11點半左右 二條城建成400多年 是江戶幕府第一代大將軍 德川家康 或守護京都獄所 還有到京都拜見天皇住宿的地方 同時這個地方也是江戶幕府結束統治 將政權移交給天皇所在之處 城內規模算是蠻大的 但由於我們今天的行程很多 我們就走官網介紹的快速路線一個小時 主要拜訪國寶20萬玉墊 總共有33個房間 共1000坪 由於內部不能照相 就讓大家自己去體驗囉 每年春天此處夜間都會有櫻花燈光秀 如果大家剛好春天這時候拜訪京都 一定要去看看 離開二條城我們走20分鐘 來到甜點百米店 Assemblages Kakimoto 進到時尚的用餐區域 點了這家店的經典巧克力 Lain Chardon Japanese Garden 在巧克力球上面 淋上熱騰騰帶火的白蘭蒂 等到巧克力融化之後 裡面出現的是冰淇淋 跟酸酸甜甜的莓果 這種能吃的藝術品 真的是好吃又好看 在這裡休息一下 現在大概下午一點半 早上跟剛剛都吃過一點東西 所以我們就先不吃正餐 直接走路跟搭公車約25分鐘 我們來到西元1291年 創建的南禪寺 這裡為日本傳宗最高寺院 作為空、無像、無坐、三解脫我們的三門 為江湖時代建造的重要武化財 非常氣派 也可以經過法堂看國寶方丈 另外很特別的景點 是紅磚建造的書水 是明治23年所建 不會將琵琶湖湖水引進京都市區 也是一個拍照打卡的景點 從南傳室走個5分鐘 可以發現一下超美的Blue Bottle 整個風格絕對不出京都知名的二年版星巴克 大家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跟吃點點心 從藍瓶咖啡走10分鐘 我們來到平安神宮 雖然相對京都其他寺廟算是比較新 但是其美麗與壯麗程度也非常值得拜訪 神聖是西元1895年 為了紀念平安京 誕成1100週年所建造的 現在時間是下午5點半左右 我們來去做正餐吧 我們來到京都第一名 也是塔北樂谷百名店 Google 4.4分 Bobbo最愛的烏龍麵店 山元麵葬 因為這家店六點多就關門了 所以我們才刻意不吃中餐 早點吃晚餐 手打烏龍麵真的是Q啊 煎雲沾醬也是純天然 炸嫩雞熊肉超級多汁 炸牛肉也香甜好吃 服務態度也很好 有中一文菜單 真的大大大推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的行程也大致結束了 但如果大家還閒早 可以搭公車約10分鐘 三條四條內逛逛街 購物一下囉 位於山中的貴船神社 夏天的穿床料理 以及冬天的雪景 讓人深深的著迷 搭配世界文化遺產的夏鴨神社 以及天皇牽至東京前的居住地 京都寓所 最後再搭配下午的鴨川 以及附近的逛街和晚餐 這麼多的景點 看起來一天沒辦法玩玩 但由於交通不會太困難 就讓鮑勃教你怎麼玩吧 我們一早出發到達出丁柳車站 達成瑞山電車安馬縣 一路到達貴船口 搭公車會比較快到貴船神社 鮑勃夏天取材的時候搭公車 但冬天取材的時候遇到下雪 就邊走偏看雪景 真的頗浪漫 貴船神社所祭拜的 Takaoka no Kami 在日本一千多年的古史、古紀事 以及日本書記中都有出現過 是日本神話裡的水神 帶給眾生賴以生存的寶貴水源 這個神社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本宮有知名打卡景點、美美的階梯 爬完階梯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神社也是會馬的發翔之地 另外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有趣的水占譜 抽完籤後把籤文紙放在水中 文字便會慢慢跑出來 看不懂日文的話還可以掃QR碼看翻譯 結社就是求姻緣的聖地 像鮑勃夏天是單身狗 冬天就交女友了 感覺真的有點靈驗 奧宮就是貴船神社創建之處 被森林環繞 環境非常優美 逛完神社之後 在吃飯之前可以來杯飲料休息一下 我們來到裝潢時尚的冰味咖啡 在這裡點個抹茶牛奶 跟日本甜點萌娜卡吧 我們就在貴船的穿床上吃個中餐 這裡周遭大概有20幾家餐廳提供穿床料理的服務 簡單來說就是在河的上方放置一個平台 然後就在平台上用餐 跟鴨川夏天的納涼床差不多 但是貴船的穿床離合更緊 我們這次挑選的貴船料廳街最前方的位置 距離其他餐廳都有一點點距離 比較不會有前後都有餐廳人幾人的感覺 料理的部分是用當地的魚以及山菜 所做出來的金會席料理 從前菜、湯、煮菜到甜點非常的豐富 不同的價位也有不同的菜色 大家可以查查官網 冬天的時候沒有穿床料理 我們可以吃吃看Nakayoshi的豆腐鍋 暖暖的很好吃 我們用跟去城相同的方式回城吧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一點左右 我們回到出丁柳車站下車 來到夏鴨神社 夏鴨神社也是賀貓玉族神社的通稱 夏鴨神社也就是位在知名鴨川的南邊 另外有趣的地方 日本神話中鴨川的源頭為貴船神社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一日遊 某種層面可以說是順著鴨川往下玩喔 神社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據說有2000年的歷史 然後1300多年前 天舞天皇時期完成了第一個建築 境內有兩棟國寶的建築 以及31個重要的化財 是非常歷史意義的一個神社 在御守喜舍有一個流出清水的小河川 在這裡也可以體驗跟貴船神社一樣的占卜 米茲米古吉 另外紀念的河河神社有很可愛的奇緣匯碼 叫做禁匯碼 看大家創意畫出不同的臉龐 真的很有趣 離開夏亞神社我們走到伊西漢吃個甜點 伊西漢的阿蜜子冰 使用高級的抹茶蜜 搭配白玉、小豆、還有雙麒麟 寒天QQ的食感更有加分的效果 稍微讓腳休息一下後 現在時間大概是將近下午3點 我們走到伊西漢附近的大景點 京都寓所 簡單來說的這裡就是以前的皇居 從北朝開始到1869年 遷都東京前的歷代天皇都住在這裡 整個區域大小約11公頃 自從建立後經過多次整修 目前看到大部分的建築 都是西元1855年前後整修完成 可以在這裡花一個小時 連同京都玉岳一起參觀 時間已經接近傍晚了 我們往鴨川河畔三個步 往三條的方向走 土有點酸的話就在河畔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河畔邊的清涼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在三條跟四條這裡度過吧 肚子有點餓的話可以走到近市場 這裡又被稱為京都的廚房 有400年的歷史 在390公尺的市場 有漁獲、生鮮蔬菜以及各種不同的小吃 正式吃晚餐之前就在這裡吃點小點心吧 反正今天走那麼多路 吃多了也不會胖啦 這一帶也是京都寫冰的中心 大家可以亂走一下買個紀念品 晚餐我們就在鴨川旁的仙斗丁找個餐廳吧 這裡是一條長500公尺的細長巷子 是京都著名的花街之一 有超過150年的歷史 寶寶很喜歡這邊的氣氛 來京都旅遊的時候就算不吃晚餐 也會特別到這邊走走 我們晚餐旋是The Mi Masiya 算是基於京料理的創意料理 味道不賴也滿適合外國人嘗鮮的 吃完晚餐大家都應該已經累到爆炸了吧 但如果有人把咖啡當水喝 晚上睡得一樣甜的人 鮑勃推薦咖啡百名店 Elephant Factory Coffee 是一家開到深夜一點的文青咖啡店 起司蛋糕真的非常好吃 當成一天結尾放鬆的地方 世界遺產的東大寺 為奈陽旅遊的必訪景點 周邊的春日大社以及新福寺 皆位於奈陽公園內 而位於京都宇治 除了有好吃的抹茶以外 也有世界遺產一部分的平等院 桃山有差有氣氛的老街 福建道歐大社 有讓觀光客趨之若無的千本鳥居 這幾個地方雖然聽起來還距離很遠 但其實都在奈陽線上 可以順順的當成完美的一日遊喔 我們一早七店左右就從奈陽開始 早點展開行程比較可以避開東大寺的人潮 所以前一晚可以坐在車站附近的飯店 然後直接吃這裡的早餐 我們第一站就先走去奈陽公園這一帶 看歷史建築吧 東大寺與西元七二八年興建 距近已有一千兩百年的歷史 境內有八處建築 於昭和以及平城沿間被指定為國寶 大佛店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 正面寬度五十七公尺 升五十公尺 現存的大佛店是西元一七零九年建造完成 而內部的大佛約十五公尺高 第十七年而完成 南大門應該是看大佛之前的必經之路 原本的南大門與平安時代被大風摧毀 現存的於西元一一九九年 由重園上人重建完成 門高約二十五公尺 非常的氣派 國寶二月堂諷寺十一面觀音 原本於西元一一八零年完成 但已經戰火二次存毀 後於一六六九年重建完成 並於西元二零五年被指定為國寶 在東大寺旁的春日大社 是距近一千三百年前 奈良建築之時 由慈城縣的鹿島神宮 迎接五望傳命神像 來到神山玉蓋山的山頂浮雲峰 聽說五望傳命是騎著一重白鹿來的 所以至古以來鹿 就成為神的四重受到良好的照顧 春日大社本身也是全國一千個春日神社的總本社 境內非常的幽靜 而且被綠樹所環繞 非常適合散步 距今有1300年歷史的 辛福寺境內的五重塔 也是代表那樣的地標之一 於西元1426年重建 國寶東京堂 於西元1415年建立完成 內部有鐮倉平安時代所建造的 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寶雕像 現在時間大概十點半左右 我們到奈良公園附近的商店街晃晃吧 這裡有一家非常有名甜點版名店中古堂 這就是職人現場高速打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的作秀而已唷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 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遍日本甜點的包勃 也點了一個現做的愛草麻糬 口感Q彈 想像甜甜的紅豆 真的很好吃 離開奈良坐車40分鐘 來到了宇治 來拜訪一下平等院吧 平等院國寶鳳凰堂 於1053年建造完成 將近1000年來 幸運逃過戰火而保存至今 由於具有歷史意義 在西元1951年 被日本指定為國寶 建築的屋簷上有兩支鳳凰 也是鳳凰堂名稱的由來 能夠襯托出鳳凰堂美感的最大工程 就是於平安時代完成的平等院庭園 春天的時候有櫻花 夏天的時候有蓮花可以欣賞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到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的旁邊 室外室內都很漂亮 在櫻花季的時候來訪 可以在日式庭園喝咖啡賞櫻 現在時間是中午時間 我們就在這裡買個三美智充劑一下 在平等院的對岸 走入約十分鐘的路程 就是另外一個國寶建築 宇治上神社 本店建於平安時代後期 實現存對國寶的神社建築 另外旁邊的國寶拜店 建立於蓮倉時代前期 居近八百多年前完成 雖然宇治上神社 比較起其他知名的神社 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但因為歷史的狀況性 但這兩棟建築 於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 也在1994年被指定為失業遺產的一部分 從早到現在已經吃了不少東西 但感覺還可以再來吃點甜點 中村藤級本店 是一家已經開160年的老鋪 本店是明治時代的茶商宅邸 非常有特色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漁治本店限定的馬魯托巴菲 火雞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真幸福 吃完下午茶現在大概四點 我們搭乘15分鐘的車子 從宇治來到陶山站 如果愛喝酒的人應該知道月桂冠的日本酒 福建就是這裡月桂冠本社所在地 但無論喜不喜歡日本酒 在酒葬老街也非常適合散步跟拍照 四田屋是版本龍馬曾經住過的旅館的舊址 對江戶末期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拜訪這裡 那我們在陶山這一區大概待個一個小時左右 現在大概下午五點出頭 我們從陶山搭乘兩站五分鐘來到道河站 也就是世界知名福建道河大社所在地 這裡24小時都可以參觀拜訪 所以晚一點到避開人潮或許也不錯 這裡起源於西元711年 是全國共有三萬桌道河神社的總本宮 據說是關係西年參拜人數最多的地方 包含西元1499年重建的本店 今年有不少中歐文化財 這區最有名的千本鳥居 是從江戶時代開始參拜者捐獻鳥居給神社 而這些鳥居就加持在本店 通往道河山山頂凹社的路上 行程差有美感的景色 怎麼樣拍都漂亮 拜訪完福建道河大社 大概也是晚餐時間了 我們搭乘兩站五分鐘 來到京都車站附近 晚餐也吃個拉麵吧 如果要說京都最有名的拉麵店之一 那就非本家第一序塔嘎巴西的本店莫屬了 這家店真的是永遠大排長龍 可能也是會太知名了 營業時間也直接從凌晨開到深夜 塔嘎巴西已經開了五十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福建產的老鋪醬油味道的湯底十分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的味道非常的順口 雖然大家應該都已經累到爆了 但如果僅存一些體力的話 推薦回飯店之前 看看京都車站的夜晚 如果百貨公司還沒關的話 可以趁機爆滿一些紀念品 京都車站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 大家可以在車站看一下夜景 跟車站的建築工藝 我們的一日遊也在車站的夜晚中結束囉 提到京都就不得不提清水寺 以及周邊的整個大景點吧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怎麼玩這一區 但為了讓我們短暫的京都又更完美 早上我們先拜訪去京都車站 大概五十分鐘車程的 位於滋賀縣的國寶 燕庚城吧 我們預計早上九點左右到達燕庚城 燕庚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千六百年 由當時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 也是德川四天王的錦衣執政下令建造 於西元一六零三年開始動工 前前後後總共花了二十年左右才完成 現在看到的燕庚城 基本上保存了四百年前的樣貌 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1952年天守也被列為國寶之一 然後也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少數的城堡為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 好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槓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躲到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燕庚城就蓋在燕庚車站旁 到車站大概走個十分鐘 就可以到達燕庚城的園區 先欣賞一下護城河和伊羅哈松樹 以及18世紀完成的中央文化財 燕庚城二之丸左河口多穩Yagra 從錶門山到一路往上爬 可以看到中央文化財 燕庚城天秤Yagra 是一個緊急使御敵用的廊下橋為中心 左右對稱的建築物 再通過一小段階梯就可以看到天守格了 這裡的吉祥物燕庚苗 每天會出現城堡三次 運氣好的話就可以看到這隻可愛的貓喔 天守格算規模不是很大 只有三層樓21公尺 由不同屋簷設計的樣式集合而成 十分有特色 我們就登上天守 還有遠眺琵琶湖和景色吧 離開天守後往前走 來到中央文化財燕庚城西之丸三重Yagra 這也是防止西面敵人攻擊所建造的樓層 景色非常好 也可以遠眺琵琶湖以及天守格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走到明勝玄公園 這也是第三代城主 於西原1677年 花了七年建造完成的庭園 也可以遠眺燕跟城 回到京都大概是中餐時間 我們來試試看京都的名物壽司 青魚壽司吧 位於京都四條的一租 於西原1781年看夜 非常有歷史 青魚壽司 就是將青魚泡上醋後 重複堆疊後再加上昆布 吃起來味道酸酸的 滿適合夏天吃 吃完中餐之後 我們就去清水寺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周邊的二年版三年版 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喔 清水寺離清水五條站 走路約25分鐘的路程 但也可以選擇從七原四條走過去 雖然會走比較久一點 但可以經過國寶八版承設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等等的景點 清水寺開創於西原的七七八年 距今也有超過1200年的歷史了 境內約13萬平方公尺 大概有大岸森林公園一半的大小 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有30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那國寶本堂採無墊頂 或是日文的寄凍罩 是中國、日本、朝鮮古代建築的一種屋頂樣式 另外本堂懸罩在英語山上 不用任何一根釘子完成 是一個極難達成的工藝 本堂突出來的一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清水舞台 高約13公尺 大概是四層樓高 於1633年再建造完成 原本主要是當成日本的傳統表演藝術的場所 現在大部分時間則是用來當觀景台 日本的諺語從清水舞台跳下來 就是比喻要下定決心做出行動的意思 境內還有很多大家常在網路上看到的知名建築 人王門就是清水寺的正門 於16世紀建造 高14公尺 寬10公尺 是中華文化財 奧之院跟本堂一樣 於1633年重建完成 也是玄造在英語山上 也是中華文化財 也有一個舞台可以觀賞京都的美景 在奧之院的正下方 是另外一個知名景點 英語瀑布 三百者會在這邊裝水洗淨身心跟許願 井陵清水寺是另外一個有名的神社 叫做地主神社 也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建築 介於1633年建造完成 也都是中華文化財 可以在這裡求戀愛運喔 清水寺周邊有很多不錯的茶屋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憩喝綠茶 然後享受甜點 真的是體驗日本的極致 包伯特會建議家在茶碗版的Satsuki亭 於明治18年開幕到現在 已經超過130年的歷史 可以遠眺清水寺的重要文化財三重塔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參拜道路之一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 茶店 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鮑勃二年版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星巴克 這家星巴克是全球第一間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果然聽到這個就讓人家想一探究竟吧 這家星巴克是由古名家改建 建物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一樓主要是點餐還有取餐 二樓則是榻榻米的專區 運氣好或是避開人潮的話 就可以坐到那邊喝飲料喔 建議大家傍晚來訪 除了可以看到白天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 還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 都已經結束營業的時候 再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版 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如果晚上運氣不錯的話 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會有夜間的特別慘敗 晚上的打光真的非常的精彩 有的地方還有燈光秀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大概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晚餐我們回到三條四條這一帶 吃一家大陣初級又創業的鰻魚飯 鰻魚飯 加了大份量的蛋在飯上 掀開蛋之後可以看到鰻魚及白飯 有趣而好吃 充滿京都氣氛以及自然美景的藍山 日本最高的木造建築東寺的國寶五重塔 東西本院寺 看到京都城市風景的京都塔 以及可以讓你待上一整天的京都車站 就讓鮑勃帶大家京都一日遊吧 我們早上八點左右從京都車站坐車十五分鐘左右到藍山 藍山應該是聊到京都旅遊一定會提到的一個大景點 好山好水而且好有歷史 而且景點大多數走路就可以到達 鮑勃今天就來簡單介紹藍山一部分的避訪景點吧 藍山位於京都市的西部 是一座標高四百公尺的小山 但廣義來說橫跨貴川的杜月橋左右兩岸周邊 都稱為藍山 這一區是平安時代 也就是西元八世紀以來 許多貴族別裝的所在地 於1994年被拿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天龍寺 是由族立尊寺 為其後醍醐天皇名符 於立英二年1339年所建立 很可惜由於多次遭遇火災 所以現在看到了各大堂 經由於明治時期之後所重建 寺廟的腹地非常的大 而且四季都有各自的美好 鮑勃拜訪的時候的初夏 剛好可以欣賞到可愛的繡球花 另外可以拜訪天龍寺規模最大的建築物 方丈室 住著欣賞對面日本最早指定的歷史遺跡特別名聖 曹元池 日本感十足 藍山這一帶還有許多風景優美的寺廟 那鮑勃這裡就不一一介紹 等大家自己去發掘囉 想到藍山大家也會聯想到藍山竹林吧 也是京都最具標誌系的景觀之一 雖然只有短短兩百公尺左右 但密集又高聳的竹子 讓它彷彿置身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金服電器鐵道 藍山站周邊 有不少商店以及餐廳 建築也非常的復古 也可以看看知名打卡景點 有禪的光臨 有機會一定要晚上來看看 從這裡散步到杜月橋提會一下平安時代 貴族邊散步 邊看貴川河水的悠閒風雅氣氛 真有日本感 如果走累了也可以拜訪藍山最知名的咖啡店 Percent Arabica 做著喝杯飲料 現在大概是中午 我們搭車回京都車站來吃個中餐 我們來吃京都車站附近有名的 拉麵版名店星福菜館 這家店已經開業八十幾年了 特色非常深色的醬油 但不會到很鹹 茶燒非常軟嫩好吃 吃完中餐 我們前往車站附近的必訪國寶 東寺 距離京都車站走路約15分鐘的東寺 應該是京都地理位置最方便的國寶 同時是市區的賞一名所之一 是一個都已經來京都了 真的不去很可惜的景點 西元794年 日本首都牽制京都 首都的大門口有個巨大的門 入口的東邊跟西邊都各有一個巨大的寺廟 雖然西邊的寺廟已經不復存在 但東邊的寺廟東寺 就在此屹立不搖地待了超過一千兩百年 雖然東寺的主要建築經過多次地震跟火災損毀 但重建之後的建築都保持原有創建時的模樣 在寺廟中散步 有著回到過去平安金剛創立的時候的感覺 東寺有四棟國寶建築 但按於取材時間 Bobbo只拍攝了其中兩個 東寺的金堂重建於1603年 是寺院內最宏偉的建築物 融合了日式跟印度的建築樣式 非常有特色 於旁邊的重要文化財講堂一起觀賞 真的很有莊嚴感 在823年 天皇將東寺鎮宇給空海 而其將東寺作為密教的道場 金堂跟獎堂內保有了非常多的寶物 建議大家有時間一定要進去看看 那由於內部禁止拍攝 大家只好自己試去看囉 國寶五重塔是那場供奉佛陀設立的建築物 也是日本第一高德木造建築 高達55公尺 最初五重塔是為九世紀建立完成 後來經過四次燒毀 現在的塔斯五代木 為1644年建立 搭配春天的櫻花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走遠一點到庭園拍攝綠樹 櫻花、金堂、五重塔的美景 逛完東寺現在時間大概下午3點左右 下午到晚上行程 就在京都車站這個周邊逛逛吧 西本苑寺正式名稱為龍骨山本苑寺 由於位於東本苑寺的西邊 九九隻就被人稱為西本苑寺 建於1591年 近年有許多國寶建築 也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東本苑寺建於西元1602年 正式名稱為真宗本廟 但由於位於西本苑寺的東邊 九二九隻就被稱為東本苑寺 雖然戰國時代與西本苑寺分爭後分家出來的寺廟 東本苑寺曾經在江戶時代發生火災而四次存毀 現在看到的多數建築都在明治時代重建而成的 京都塔就位於京都車站對面 算是京都最知名的地標之一 於西元1964年啟用 本體高131公尺 大家可以乘坐的電梯 到100公尺的展望台看風景 由於京都市區沒有高樓大廈 所以可以毫無遮蔽地看京都的國寶喔 我們最後回到京都車站逛逛 四代木爾京都車站於西元1997年完成 為京都市的玄關 每天使用人數共60萬人 除了搭車人數很多以外 京都車站也有飯店 百貨公司 觀景台 以及美食街 玩個幾個小時絕對沒有問題 晚餐我們就在車站內的はしたて用餐 這家店在日本 愛用的たべるぐ拿到了高分3.77分 在Google Maps也有4.1分 料理是以丼飯或是麵類為主 算是有很多經典菜色的日本料理店 味道非常的柔順好吃 鮑勃特別喜歡他們的鯨魚壽司 不會太酸 然後可以吃出淡淡的飯的甜味 一家店做一日的結尾真不來 京都玩得還開心嗎 我們接下來前往神戶囉 1400年的歷史 日本三大古堂之一的油馬溫泉 交通超方便的自然美影區六甲山 晚上在野盤頂級神戶牛排 真是身心靈都被療癒到的一天 我們一早出發前往六甲籃所欠的六甲籃車下站 搭乘1932年就開始運行的籃車 大概十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直接海拔上車五百公尺 一路上的景色非常好 到達六甲山上站後 在觀影台看個神物市景等巴士的到來 巴士可以帶你去幾個山上的景點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網站 找自己想去的地方 巴博選擇六甲空中庭園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IG打卡景點 歐峰建築配上另外一個角度的神戶市景 有點下雪的時候景色更漂亮 有機會也很想往上來看看夜景 從庭園走路幾分鐘 我們來到六甲山頂站 可以直接通到油馬溫泉 這個十二分鐘的空中纜車行程 是鮑勃在日本體驗的 最棒的空中纜車行程 之前在冬天有搭過這個纜車 和薄薄白雪糖霜 灑在樹上真的很浪漫 現在時間大概中午 我們來到油馬溫泉 在日本古老文獻 日本書記中提到 西元631年 書名天皇曾經到此拜訪三個月 到了距近一千多年前的奈良 生能心機 在此建立了溫泉寺跟菩提寺 然後廉昌時代有了溫泉旅館的雛行 過了將近一千年的今天 這裡一直是知名的溫泉鄉 油馬溫泉除了入住溫泉旅館 也可以泡個當地知名的金汁湯 或是在雞汁湯外面使用免費的足湯也不錯 金汁湯附近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溫泉街湯本版 可以在這裡散散步買土產 鮑勃推薦兩個餐廳 竹裝肉店創業於大陣初期 販賣高級的國產黑毛和牛跟神戶牛 一定要吃吃看用神戶牛製作的炸肉餅 體驗一下高級版的庶民美食 鮑勃也點了一瓶當地名產油馬溪達 好喝 Café Dubois於1986年創業 跟鮑勃年紀一樣大 店內裝潢走法式融合日式風格 在這個1000年的日本傳統溫泉街上很顯眼 店裡面的座位非常的舒服 很適合在溫泉街走累的休息一下 除了溫泉街以外 大家還可以散步到西元724年建立的溫泉禪寺 看看油馬溫泉的歷史 喜歡大自然的話也可以到古之瀑布公園 吸收一下芬多金看看瀑布美景 離開油馬溫泉現在時間大概下午4點左右 我們搭乘電車 大概30分鐘回到了市中心的三宮站 在吃晚餐之前大家可以在這附近繞繞 我們可以散步到旁邊的生田神社 這裡可以說是神戶最知名的神社 特色是求鞍鏟及戀愛運 這個神社歷經水災、空襲以及地震的摧殘 但也是努力地被復興 所以又被稱為有みがえりの蝦 就是復活神社的概念 大家白天應該吃了很多小東西 但都沒有好好的機會吃正餐吧 我們晚餐就來吃最頂級的牛肉 神戶牛排 我們吃了這家店是曾經 得過米其林一新的神戶牛steaky 鐵板燒雪月花離れ 有100多年歷史的神戶牛是神戶人的驕傲 紅肉味道的細膩 跟脂肪的味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包包文典的Course 大概2萬塊左右 用鐵板燒的方式一道一道上給您 真是視覺、聽覺、味覺的饗宴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可以散步去舊居留地這一帶 晚上的時候人不會很多 可以看看美麗的建築拍張照 結束今天的行程 世界遺產紀錄城 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是日本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神戶的舊居留地以及美麗間公園 有著濃厚的歐美風情 隨著海風散步 享受這個悠閒的海港城市 我們早上9點先從紀錄城開始一天的行程吧 紀錄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1333年 日本南北朝的武將赤松澤村 在積山建立其堡壘 在後來將近300年的時間 由羽柴秀吉、池田徽鎮、本多中鎮 逐漸擴充紀錄城 於1617年有了現在的樣貌 紀錄城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就是紀錄城的天守 外觀最醒目的大天守 為慶長14年、1609年、耗時8年建造完成 總共有5層6階、高31公尺 包含東、西、淺、小天守以及 Iroha-ni、Watari-yakura 整體連結起來 稱為連立式天守 也是現存最大的城郭建築 然後因為外形像是白鹿展翅 所以紀錄城的綽號又稱為白鹿城 因為天守格是木造的 進到大天守內部就可以享受建築工藝 大家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記得不要錯過西大柱跟東大柱 這兩根高24公尺的大柱子 就是撐起天守格 防止搖晃的新柱 一路到達第六層 也是天守的最上層 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享受一下當上城主的幽哉 但是當上城主真的幽哉嗎? 這就有給歷史迷幫鮑勃解答囉 離開天守格 我們在城中晃晃後 來到另外一個區域 叫做西之丸 這個區域的百尖廊下 長三百公尺 是江戶幕府二代將軍 得穿袖中長女 牽涕了侍女的起居場所 牽涕本人每天早上都會在這裡搖擺附近的南山 離開紀錄城時間接應中午 我們搭乘JR神戶線的新快速 35分鐘左右就可以回到神戶了 中午我們來吃楊石百民店歐風料理萌 這家店開業於西元1936年 店裡的樣子十分的復古 餐點特色就是他們的炸豬排定食 烤得金黃酥脆 但面衣不油膩 肉很多汁 但不會肥厚 配上新爽的溫野菜 讓整餐吃起來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半 我們下午的行程 將會著重在神戶開港的部分 首先來到神戶舊居留地 是神戶於西元1868年開港通商之後 外國所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除了百貨公司 與精品店領利以外 也有很多歷史建築可以拜訪 沒有去過歐洲也沒關係 在這裡拍一張充滿歐洲感的照片吧 與神戶舊居留地 只有一條路之隔的美麗堅公園 是一個都市型公園 領海 且非常的廣闊 有很多裝置藝術可以欣賞 美麗堅公園位於神戶港 是神戶最具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星巴克就位於白天 或夜晚都很美的公園內 由於公園很空曠 讓這家星巴克容易被找到 店鋪建築外觀很有特色 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跟充滿藝術氣息的每一間公園 十分的搭配 光是外觀的美感 就可以讓大家照相照個夠了吧 到了晚上這家店的打工也照亮了公園 帶給旅客充滿浪漫以及溫馨感 咖啡店總共有兩層樓 一樓是點餐的吧台跟座位區 吧台就在店內的正中間 跟一般星巴克靠著牆壁的點餐區有點不一樣 木頭使用當地產的木材 然後水泥地板使用回收的咖啡杯跟咖啡豆所製作 注重永續經營跟環保的概念 室外有一些座位 天氣好的時候在外面喝杯咖啡也不賴 走到二樓 鮑勃最喜歡的是室內面對神護港的座位 可以邊喝咖啡邊看港口的海景 真的是太享受了 二樓室外的靈異區可以直接看到神護塔的美景 晚上的打燈真的很浪漫 有曖昧對象的各位 可以趁人少一點的時候跟對方告白 喝完咖啡可以直接在美麗間公園散步走走 讓大家充分體會這個港口城市的魅力 白天的朝氣跟晚上的浪漫都很棒 公園內的神護塔也是神物重要的地標 於1963年落成使用 高108公尺 除了鐵塔本身夜晚很美 使用7000多顆LED點綴以外 展望台可以360度的看神護海景 以及城市的景色 現在時間接近晚上 我們往神護領海樂園的方向走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繞到經過園丁 或是中華街走走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也可以沿海方向走個大概15分鐘的島 這裡是美食購物天堂 大家可以在這裡找一家喜歡的餐廳吃晚餐 如果剛剛的行程還不夠浪漫 我們追一下最後一個行程幫各位的感情加溫 馬賽克大摩天輪的10分鐘行程 可以看到神護港的美景 雖然不是日本最大的摩天輪 但浪漫程度絕對數一數二 大推 搭乘攬車 觀賞神護的景色 近距離觀看日本瀑布白選之一的布影瀑布 參觀洋房 鋪在裡面吃個中餐 或是喝咖啡 今天就來當個19世紀的歐洲中產階級吧 我們大概9點左右來到金神護車站 第一站先去看瀑布 一般來說日本瀑布距離四處都不是很方便 但布影瀑布不一樣 離車站走路15分鐘即可到達 這個瀑布非常的壯觀 高達43公尺 是深田川的中流而流出的瀑布 參觀完瀑布大概10點 我們回到新神護車站 走到旁邊的香草原山路站 搭乘攬車前往我們今天的第二個景點 布影香草原 攬車的風景非常的漂亮 在這短短10分鐘之內 我們可以看到山景 神護士的風景 以及剛剛拜訪的布影瀑布 到達香草原山頂站 簡單來說這也是日本最大的香草原 有約200種 購計75000顆花卉及香草 喜歡花的人絕對會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以德國古城 瓦爾特寶為主題的迎賓花園觀景台 看下風景之後 接著一路往下玩 一路可以經過各種不同主題的花園 接下來我們來到鮑布最喜歡的地方 玻璃屋跟咖啡店這一區 玻璃屋種植各種不同的香料和水果等熱帶性植物 擁有熱帶森林的感覺 The Veranda咖啡店位於標高400公尺之處 融合了傳統神戶洋房形象以及現代感的咖啡廳 座也非常漂亮 同時也是個很棒的觀景餐廳 在這裡可以點些青食跟甜點當中餐 香草茶也非常好喝 吃完中餐大概是下午1點左右 我們繼續往下逛 一路走馬看花 我們來到風之秋中間站 我們可以從這裡搭乘籃車回到新城戶站 現在時間大概是1點半 現在我們就花一點時間來逛北野藝人館這一區吧 藝人館是指幕府末年到明治時代外國人所居住的住宅 藝人就是藝國之人 主要是以歐美人為主 大家可以在北野藝人館這一帶挑選有興趣的建築景去參觀 外觀有著厚重煉王的封建基館是北野藝人館代表的建築 因為NHK的電視劇封建基而名稱大造 建立於1904年 於1978年被日本列為重要文化財 蒙皇之館曾經是美國領事亨特夏普的住宅 建立於1903年 在1980年被列為日本重要的文化財 我們可以留在北野藝人館之帶吃個晚餐 結束今天的行程 神戶北野藝人館星巴克是很多人在金板神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前世北野物語館 是西元1907年所完工的兩層樓的木造住宅 當初是居住在當地的美國而所擁有的 被指定為登陸有型文化財 可惜於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中損毀 在2001年重建完成 2009年由星巴克乘租後運營 咖啡店內裝利用當初的休息室 餐廳、客房的格局擺放家具 並沒有把牆壁拆掉 裝化成一般星巴克的開放式空間 時間預選的話 大家可以從一樓到二樓的每間房間都坐一下 體驗一下100多年前屋主是怎麼度過洋館中的悠閒時光 Cafe Flow in the Lib 開在1929年所建的舊神戶聯合教會內 也是有型文化財 因為我們是教會 整間店的天花板非常挑高 位置間隔很大很寬敞 非常舒適 點一份份量滿點的三明治 邊吃邊欣賞咖啡店的建築設計吧 如果今天有點吃膩咖啡店的東西 包括私心推薦一家很好吃的淡淡麵 是拉麵擺明店以及米其林指南所推薦的NEC 只不過從北野一人館坐車走路要20分鐘左右 所以大家斟酌一下時間前往 店裡還很貼心的教會怎麼吃 因為怕麵會糊掉 趕緊在20秒內拍完照片就開始攪拌吧 這家店的淡淡麵加了32種不同的香料 肉味噌、洋蔥等等的 加在一起真的風味十足 吃起來超爽 愛吃麵的人絕對會回饋無窮 那我們關西十一天油的行程 就在這裡結束囉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